大家好,我是George,洛士奇 今天我们紧接上讲,跟大家继续介绍UML相关知识 我们先回到思维导图 好,这是思维导图 我们之前一讲是讲了UML的UML相关技术知识 这一节课我们会介绍UML的工具以及类图详解 我们会结合这两部分跟大家继续介绍 然后好,我们现在回到PPT 好,上一讲我们讲了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STAR UML 然后下一地址在这里 我们下载的是最新版本2.7的版本 然后好,我们这里是一个支持代码生成和导入的工具 这个后面我们会演示 好,进入到类图具体的类 类图的基本图呢,它其实是一个矩形框 对吧,一个矩形框它就代表一个类 然后呢,这个矩形框呢,它也分成三层 第一层呢,显示一个类的名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THIS CLASS 第二层呢,是显示类的特性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通俗讲就是成员变量或者说属性 这里有一个attribute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我们这个类的操作 然后一般就是说我们类的方法或者说函数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类的基本情况 好,我们现在结合工具 然后来跟大家演示一遍 好,我们现在打开starUML 好,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starUML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starUML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主界面 左边是当前工作的图 workingDiagress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当前工作图是哪张图 左下角是工具栏 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东西 可以放比如说类啊,接壳等等等等东西 就是常用图的一些元素 在左下角 好,右上角是一个model explorer 说白了就是说 它就相当于说是一个管理你的工程文件 管理你文件的结构的东西 然后右下角是editors 就相当于说是对这些 我们选中元素进行编辑的一个编辑区 大概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菜单 菜单的话呢 file下面主要就是new啊,open啊,save这些常用功能 就不详细介绍 editor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 redo undo这种就是操作返回啊 剪切复制啊 还有什么拷贝啊,删除啊等等这些功能 然后format呢,我们也不详细介绍了 然后这个就是model model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 它可以主要是让我们的工程去加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增加很多种图 比如说类图,包图,对象图,组合结构图 组合图,部署图,用力图,顺序图,联系图,状态机图,活动图 还包括ER图 ER图就是我们经常数据库表示数据库里面的自端解构的常用的一种图 好,然后就是tool,tool这边的话呢,有个extension manager 这个部分就相当于说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线去获取一些插件 相当于这个styleUML是可以制成做插件的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安装什么Ruby的代码生成器 Python的,PHP的,CIX的,C Sharp的 什么Java的,JavaScript的等等 它可以支持多种语言 然后我们这里呢,是已经安装好了CIX和Java的 因为我们后期也是要用Java的代码跟大家结合演示这个UML图 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UML图它是描述一种我们设计的语言 它并不关心真正是用什么具体的语言来实现 也就是说,换句话讲 就是说,我们用CIX,用Java 或者是JavaScript,Python等等 都可以实现我们UML所设计的一种结构 好,这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实际来跟大家画一个类图 好,我们需要增加一个Class 好,我们在这里增加一个Class 这Class名字我们就取名叫TestClass 好,我们把字体设置大一点 这样,方便大家看,放大一点 好,这个类名叫TestClass 然后好,我们现在去帮它增加一个成员变量 Attribute 好,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可以编辑成员变量 好,我们给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有Visibility 就是说可见性 好,我们就先给它取名叫做Public Attribute 好,同时我们再新增一个成员变量 然后我们把它制为Protective 然后我们名字也叫Protective 好,我们再新增一个 好,我们再新增两个 好,我们一个字为Private 取名就叫Private Attribute 好,最后这个,我们把它制为Package 然后名字就叫Package Attribute 好,这就是我们有的4个成员变量 然后这个成员变量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置类型 这个地方有类型,就是我们把它设成一个印的型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冒号印的 好,这个Protective的变量,我们把它设成String型 Private的呢,我们把它设成Lunk型 Package这个呢,我们把它设成Chart型 好,同时呢,它还可以设置有默认值 在这个地方,DefaultVenue是默认值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变量是默认值 是1 好,你就看到,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等于1 然后呢,这个类它肯定要有方法 对吧,那我们也新增几个方法 所以我们先,新增4个方法好了 点击右键,来,新增方法 好的 然后好,第一个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Public method 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叫它Protective method 好,第三个方法 我们就叫做 把它制作为一个Private Private method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选中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选中的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说我们是在工程目录上去选中这个东西 好,这个把它制作为Package Package method 好,我们就有4个方法 然后我们常常,一般来说我们的方法都会有传入参数和返回值 对吧 好,那我们就在这个Public方法上面去改 我们先 这个,我们选中这个Public method 或者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选中Public method 点右键 选择增加参数 好,我们给它增加两个参数 好,参数1 嗯,就叫 就叫Permit1 好,我们先不改它名字 呃 然后传入的类型 把设成一个Int型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冒号Int 表示这个Permit 是Int型的 好,参数2 选中参数2 我们把它制为一个返回值 好,参数2是一个返回值 然后我们把它是一个类型 比如说我们把它设成String 然后这个名字 我们现在比如说把它改成PermitReturn 但实际上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 因为Return的话 在实际图中是看不到的 只能直接看到这个函数Return的一个类型 它是没有名字的 因为实际中我们研发中 呃,其实返回值也是没有名字的 对吧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使用一下这个工具 我们把它生成加了代码来看一下 跟我们想要的结果是否一样 好,我们选择这个model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生成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选择到DesignPermit下面 好,这个时候它就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去打开这个文件加 对吧 这下面model下面就有了testclass 我们的名字叫testclass 好,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用Eclipse把它打开 我们先把这个图 放到边上一点 那方便对比着看 好,我们现在可以对比看这个testclass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变量好了 第一个public attribute int等于1 ok,对比看一下a 是int型 对吧 有模仁值等于1 没问题 是public的 对吧 好,第二个public attribute 准行的 你可以看到a public attribute 好,没有问题 好,第三个private attribute 类型是lum 对吧 类型是lum 类型是lum 没问题 好,最后一个packaged attribute 也是packaged的 没有修士服 那么它就是packaged 好,它类型是chart 类型是chart 也没问题 对吧 好,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方法 第一个public method 我们是有传输参数的 是int型 然后我们反而为是string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方法 是对的 没问题 第二个public的方法 也是一一对应的 对吧 修士服是public的 没问题 好,第三个private method 就是forprivate 对吧 没问题 最后一个packaged method 就是forpackaged 也是没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生成器 可以看到效果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额外的东西 就是类 我们知道 它还有存序类 obstruct的类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表示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选择isobstruct 我们把它勾上 你就看见 它的类名变成谐体了 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序类 好 我们的成员变量 有可能是stentic的 对吧 好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地方 选择成员变量 stentic 我们把它勾上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下滑线 可以这样可以看到 下滑线 表示这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跟类相关系 是stentic的 不是和对象相关的 好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方法 比如这个package method 你可以把它制作为stentic 那么这个方法也变成了类的方法 是一个静态方法 好 我们再生成一次代码 跟大家再做一次简单对比 选择tool java general code 好 选择这个model ok 好 选择路径 还是在这里 我们把之前的先删掉 避免造成干扰 好 生存完毕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文件夹 给你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小idea 好 我们先对比看一下 第一类 诶 确实变成的obstruct 没问题 好 这个public attribute 是有下滑线的 那它stentic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诶 好 这个变量是stentic的 没问题 好 这个有下滑线的是package method 是一对应的 是stentic的 都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画一个类的 基本的一些介绍 好 我们再回到PPT 跟大家再回顾一遍 好 这就是画一个类的 好 好的 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关键点 一个是修饰属性 和方法的访问权限 我们可以看到 加代表public -public -private -protected -protected 波浪代表package 这就是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看一下 好 其他的一些关键字 下滑线代表是stentic 邪体代表obstruct 刚刚我们也演示过了 好 第二个就是冒号 冒号呢 就是表示成员面样的类型 你刚刚可以看到 这个attribute 是int型的 对吧 这个是stent型的 就是用冒号风格来表示 这一个名字的变量是什么 类型 也表示方法的返回值 就比如说 我们这有定义一个方法 这冒号int 那表示就是说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int 好 第三个等号 等号表示默认值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个属性 它有默认值是等于1的 这个地方就是 它是在这个类型之后 做一个等号 表示说 它有默认值 最后就是说 方法的参数的表示 就是比如说 这个permitter 它的表示 其实和成员变量的 表示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就比如说 这个permitter 后面有个冒号int的话 或者是有个冒号stream 就表示说 这个permitter 它的类型是进行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好 这就是类的一些相关的描述 好 我们紧接着看下面 好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接口 接口跟类很类似 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圆圈 圆圈呢 它是比较直观 表示这就是一个接口 但是呢 它不能方便的表示 这个接口 到底下面有什么方法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像类一样 也是一个矩形框 然后可以分三层 然后上面一层 会多一个interface 方括号 表示说 这是一个interface 不是一个类 然后紧接着是interface的名字 然后下面是有属性和方法 但是它的属性比较特别 因为interface 大家知道 其实是不能有类成员的 但是它可以有静态成员 所以说它必然是一个静态的成员 变量 然后然后是它的方法 这就是类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么我们接着在 大约没有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增加一个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就会成这个 这样的 我们就叫 taste interface 好的 我们把这个表现是调大一点 好 这样子test interface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一份 跟大家来演示 对比演示 好 左边就是用圈 表示这种方式 好 那么右边 我们就把它演示一下 怎么用方框来表示 先点右键 然后选format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label 这样我们就看它是一个方框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还看不到它的成员变量和方法 那么我们还需要在format这个地方选择 surprise operators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方法 我们先做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方法 这个叫interface method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个是相同的 是同一 是指向同一个 同一个那个 嗯 接口的 这两张图其实指向同一个接口 比如说我们 把它换一下 把它format改变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换一下 把它format改变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 icon with level 好 我们也试一下 把它改成 两个改成一样的 看位置 然后我们改了icon 然后再把这个operators隐藏掉 可以看到 其实两个就变成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它只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然后我们一般建议呢 是使用后一种表现形式 enlabel 会隐藏它的方法 这种表现形式的好处是说 我们比较容易知道这个接口 它实现了什么方法 有什么作用 就是说 当我们 就说 需要 知道这个接口方法的时候 建议使用后一种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只是 想 粗略的描述说 这个地方有这个接口 那我们 可以使用第一种表现形式 这样比较更容易直观 不容易理解错误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UML类图相关的知识就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会继续给大家介绍 类货的接口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方法 好 谢谢大家